師父,我們主日平安。 我們歡迎大家來到12月1日的主日崇拜。 歡迎大家來到12月1日的主日崇拜。 是將於7月1日的主日。 在他們開始之前,為了保持崇拜的地勢, 讓我們關起我們的手機,或是調戲陣營。 在他們開始之前,為了保持崇拜的秩序, 我們請關起你們的手機,或是調戲陣營, 以免打擾了我們曾經整個崇拜。 並且我們安靜我們的心,預備去面見我們的神。 在他們開始之前,我們要求大家做三件事。 讓我們關起我們的眼睛, 對我們的口說, 對我們的口說, 我們是否有得罪神的罪人。 我們是否在過去日子有得罪神或是得罪人。 求主的説明。 對我們的心靈說, 對我們的心靈說, 是否有得罪神或是得罪人。 求主説明。 對我們的心靈說, 是否有得罪神或是得罪神或是得罪人。 求主説明。 就是在梦想之下。 我們下輪不在心靈說, 首説明。 對我們是永不承徒做愛的歌。 我們願意。 永不承徒尤人不承徒, 永不承徒. 永不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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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诞节 太多炫耀了 是不是有太多的期望 有太多的声音 告诉我们怎样庆祝 告诉我们穿什么 吃什么 喝什么 看什么 和买什么 圣诞节 太多炫耀了 是不是有太多的期望 太多的声音 告诉我们怎样庆祝 告诉我们要穿什么 吃什么 喝什么 看什么 和买什么 但是 今天的圣诞节 我们邀请大家安静下来 一起听由天使带来 远远有长的好信息 他们在两千年前的一个次郎的月空中 有第一次宣告美好的消息 并一直在等待我们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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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我们的情节 主耶稣基督在如安的世界中 我们需要从你而来的光明 让我们软点正环第一点烛光 盼望烛光 我们有些人敬拜四个都是来自 来自于基恩 基恩敬拜音乐诗歌 我们有很多敬拜的诗歌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选与基恩 敬拜他们的创造的诗歌 他们受了圣灵 写了许多非常好听的诗歌 他们受到圣灵 写了很多好听的诗歌 最重要的圣灵 很多人归向基督 也都带领了很多人归向基督 今天的崇拜 带领我们敬拜的正道弟兄姐妹 是来自香港的 基恩敬拜音乐诗歌的团队 今天在崇拜中来带领我们的敬拜 和正道弟兄姐妹就是来自香港的 基恩敬拜音乐诗歌的团队 他们在11月28日至12月28日 前来到英国巡违 巡违布道和祖礼 崇拜聚会和工作坊 他们在11月28日至12月8日 会在英国巡违报道 和主任一些崇拜 聚会和工作坊 就在我们家会 就有五场聚会和工作坊 在我们这间教会 就已经有五场聚会和工作坊 他们这次活动 共走了走访的六个城市 他们这次的活动 总共走访六个城市 与当地的华人会合办 而超过二十场聚会 与当地的华人堂会 合办超过二十场聚会 今天的基恩敬拜工作人员 总共有七个人 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堂会 工作人员有七个 还有11位 完成其他城市的聚会后 会到达 还会续续来到我们的当中 还有今天的讲员是蔡锦图博士 今天的讲员是蔡锦涛博士 正教主席的警醒盼望等候主任 他稍后的主题会 是警醒盼望等候主任 我们将时间交给他们 我将以下的时间交给他们 各位朋友 弟兄姊妹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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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 我们基恩敬拜 可以在香港来到英国 Norwich这个地方 和大家一起去敬拜我们的上帝 盼望我们来到 还有几场聚会 我们都可以更加多去认识大家 和大家分享上帝 他对不对我们的爱 我现在都想邀请大家 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去敬拜我们的上帝 上帝 我们的主 你的名在全地 何其美 上帝是自有永有的神 他创造了宇宙和穷仓 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更加重要的是 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身份 就是我们可以叫他做父亲 他的名是配得我们去成仲 原意我们都同心 我们俩和他的歌 从这位主 唯恨的主 是不是一直玩 他试爱 愿恨的主 淳增是你 structure 晚霞于燕陽 鳴月聲秀高昏 仁雪深荒 美見過年 賜我榮耀尊貴 唯冠面 感激做主歌 上主美名 充滿全力 未未必要進行的天 上主美名 充滿工作 未未再全力何期待 永恆的船 貼世是你風唱 萬華月亮 明月聲秀高昂 仁雪深荒 美見過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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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显的天 神主美名 充满狂瘦 你命在全力 何其美 神主美名 神主美名 充满狂瘦 你命在全力 何其美 感谢神 神不单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祂更加定义要拯救我们 祂赐祂的爱子耶稣基督 用祂的补血 结证我们的罪 祂也赐圣灵给我们 叫我们可以去到明白祂的心意 上帝配得我们一起的赞美 愿意我们每一个 都来到的宝座面前 想一起尊贵 荣耀和众赞 归给我们的上帝 yazh kiri 是基督歌声 是下音光 是你在涵凳里 尘首失送 以钉行伤手触摸 人心身处有美 保决结识我污蔚 来向天父现上中药 来向你爱前现上中药 求圣灵每刻指引我脚步 每天含在你死亡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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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 人生心存慾 你 保决 结识我污蔚 来向天父 献上众人 来向你爱时 献上伤众 求圣灵每日 只忍我急步 每天 恨在变死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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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都在心中的心 在心中的心中 是一切都在心中 在心中的心中 是一切都在心中 若是你故事 为那些风雪 为你的理由 前方在你手 天我都不够 守护我 从当天气 彼岛永远 我唱出神的大恩 我唱出神大恩 神起有难死的事 人生都想起 你话语 以我永不同意 在世间能与你 迷标楼有主人路 尚死人 尚看乎 你穿父线 还帮你 或是我的狼 或是你故事 为那些风雪 未必没有 前方在你手 天我都不够 守护我 尚看天气 死到永远 我心里有灵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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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有灵灵灵 我心里有灵灵灵 圣灵灵灵灵 你都为你 何时我的道 何时你父亲 离人与风雪 你必备有 尽头在你手 你摸到白头 守护我 从今天起直到永远 感谢我们的上帝 祂保守我们 一直去到永远 愿意上帝也圆纳我们 同心合意的赞美 会总可以请座 然后也想邀请Polly 能否离子去我们当中 分享上帝和她的故事 有请Polly 我就是Polly 各位朋友 弟兄姊妹 平安 人心囚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我们团队每一个都非常感恩 因为是神 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 来到这里 能够与你们每一位相遇 是无比的恩典 特别对我来说 我在很小的时候 在一间基督教学中学里 读书 很快我就信了耶稣 我本身出生在一个佛教的家庭里面 从小到大 家里面都有很大座的佛像 有观音 每一早上都会见到妈妈上香 还有每次去洗手间 经过那种红色的东西都会觉得很害怕 半夜 穿着红色的灯 每一晚都是这样 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 不是那么理想 我时常在小时候都是很自卑 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 更加广论去到谈及人生是什么 直到真的在中学的时间 与我们那位神去到相遇的时间 我慢慢去到看见更多 如果你现在问我 为什么你这么小时候 要去到相信耶稣 我不记得了当时 我中学里面有一位很好的校长 他现在也是一位牧师 我在他身上 见到很多榜样 亦都是因着他的呼召 我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但当时的我太小了 十五三岁 即是回教会又不回了 大家会理解 又不知道这位神和我有什么关系 到底他可以怎么帮我呢 去到我中二的时间 有一天我好像大家那样 坐在礼堂里面 然后当我再次站起身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左脚痛到 不能够走路 于是就去到急症室里面 一直在那个月里做了很多的检查 到我躺在床上的时候 医生就跟我说 阿姆妹 你有骨癌 在你的脚上 当时我听到这两个字 我并不是很大的感受 因为我不知道到底会是怎么样 不知道的 但医生跟我说 你未来的一年多 你都没得上学了 你就要做治疗 化疗 做手术 那我就开始流眼泪 平时都不是很想上学 原来当我们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 没有了的时候 无论去到什么年多 我们才会发现 原来我们很想继续拥有 我想在座每一位都很明白 什么是失去的 当我当时在沙田威尔斯医院 他的旁边有一座儿童癌病中心 所有18岁或以下 患了癌病的小朋友 都会在那个地方里面 那我就去了那个地方里面 在那个地方里面 有很多很小的小朋友 几个月大 一两岁 我这个星期和他很开心玩 下个星期他便不见了 他并不是能够出院 我相信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由那个时间开始 我以为到原来我和死亡 原来这么接近 我开始要做很多 很重剂量的化疗药 当时现在说的是 多少年前 透露我的年龄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那些药并不是那么好 你见到我到现在 都不能够生出所有的疼法 我很少疼法 也都要做一个很大的手术 这个手术要怎么做呢 就是将我整支 左脚的大腿骨切走 然后呢 小腿那支幼的骨 都被医生切走了 就换 尸体的骨 落我的大腿 再加上小腿那支骨 就撐住我 再加一个机械脚架 那我才可以再走路 那我给大家看两张照片 你们的左手边 是我刚刚进医院的时候 那时刚刚撞了 香港的TVB 他们有一帮的艺人 来探望我们 我刚刚在小手术室里面出来 放一条道管在身体里面 准备下药 那旁边圣诞老人那个 就是我下了很多药 做完手术 很勉强站在那里的一个样子 我记得我做完那个很大的手术之后 我是没有办法 到现在呢 我都形容不了给大家听 是挺痛的 因为我已经24小时 插着一条道管 医生给我按 一痛我就可以按 按到肌响 你不可以再按了 我都治不了痛 那意思是要加麻烦 不断吃 我都治不了痛 我记得很痛苦 很痛苦 很痛苦 很大的一个手术 在我这么辛苦的时候 很孤单的时候 我刚才说到很好的那位校长 我的几位老师 我的同学 他们来到我的床边 为我去做一件事 就是去祈祷 去到把我的辛苦 把我的痛苦 藉着祈祷 去到话给天父知道 我就在他们的身上 一个小妹妹去到学会 即原来我们的人生 当我们最亲的人 都不能够替我们承受 我们的痛苦的时候 医生、药物 都不能够帮助我的时候 原来有一位主耶稣 有一位天父 去到聆听我们的痛苦 跟我一起 躺在那张病床上 去陪伴我 唯有不断在祷告里面 我才能够有那份的平安 我想我一个星期里面 没有试过睡觉多过两个小时 总是在很大的痛楚里面 去到驚醒过去 是祷告和天父的力量 去承托我 跨过这段时间 并且他陪伴我 完成了一个很艰辛的恋情 然后我就像大家现在 看到圣诞老人旁边的我 戴着帽子 拿着两支拐杖 还有在山盆底下 你们看不到有个脚架 那我就完成了我的療程 我用这个样子 再次回到学校里面 育体的痛苦 面除了七八成 因为我每天都在承受不同的痛楚 而在用这个样子 走到外出的时候 我总是会惹来很奇怪的目光 因为我没了所有头发 甚至在街上会被人误会 我是一个男孩子 我甚至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 我还会继续高 就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 还继续高 那结果呢 我这个做过手术的脚 就没有再发育过 那变了两只脚 鸳鸯了 那个长短很不同 给大家看看呢 应该是我中六的时候的样子 是要加很高的一个鞋墊 在我左脚的鞋上 我才可以走路 我这个样子 大概维持了 这个状态 大概维持了七年多 接近八年的时间 每一天都是一场斗争 我的脚是很矽形的 可能是想未必看到 我是不是好站得直 走路我要动动我整条腰 所以我每一晚躺下 那条腰都好像被戒刀 戒那么痛 我都要忍住那个痛 去到躺下 但其实我不是一个 很喜欢坐定定的人 如果大家知道 我在基因里面做什么崗位 他们就知道 我不是一个喜欢坐定定的人 我很想去到我大学的时候 我读新闻及传理学系 我想做一个记者 去读看世界不同的事 我用这个样子 拿着拐杖去到面试 结果我进去读书 读到新闻及传理学系 然后当我进去的时候 那位身为入读书的教授 他跟我说 他说Polly 你知不知道 有位比我更高级的人 责问我 为什么你要收这个女孩 进来读书 他读完书这样的样子 都做不到记者 你听完有什么感受 我第一刻 幸好鬼人不是进了另一间房 否则我没有书读 第二刻就是很伤心 还有很多的自卑 那种自我价值的怀疑 又会不断走出来 同时间 当我一直读的时候 我知道第二年 我就要跟真正的记者 一起去做实证 怎么做呢 大家知道如何做事 记者 我拿着拐杖 我只剩一只手 我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记得有一天的晚上 我就将拐杖 遇上放在床头 我坐下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的祷告 我跟天父说 我说 我真的拿拐杖很多年了 你可不可以 让我变回一个正常人 这样走路 其实我当时 其实土葬看着自己 踏起了的那只左脚 我是觉得 嗯 我应该这一世 都是要拿拐杖 原来 今天站在你们面前 这个我 在当时之后 我不意会到 我们那位神 他是能够成就万事的神 我不是想告诉大家 好像黄大仙 有求必应 因为我踏了肚子 我就全部都没事 并不是这一种的概念 我记得我踏完肚子之后 我去医院复诊的时候 医生跟我说 他说 你脚里面那条骨 不行了 它就来断了 因为不属于你 他会问 什么意思 我们要再做多次 我听到要再做多次手术 我是很害怕 非常害怕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除了那种很痛苦之外 我是几乎半年 没有踏过地下 我的拆牙 洗脸 去洗手间 洗澡 我都在床上摇 只是洗澡的时间 换了一张水床 所以是很多的痛苦在中间 不能够用言语去表明 我很紧张 但是呢 手术依然都是要去做 我记得在病房里面 去到等待 第二早上做手术的时候 我不知为什么 当时我带了一本灵修书 我揭开灵修书的时候 上面有一句很漂亮的经文 是来自《约伯记》第35章 第10节 里面说 做我的神在哪里呢 他死人夜间歌场 大家能否看到 PowerPoint有句经文 现在都是这里 做我的神在哪里呢 他死人夜间歌唱 当时我看着这句经文的时候 我就在夜间 我就在好心的恐惧里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面对过 我说好心好心是恐惧 很害怕 不知道下一妙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天父呢 藉着她自己的经文 让我得到一份的鼓励 知道她愿我同在 我祈祷 我祈求 不要再像第一次那样 连成妈咖啡都没用 我不想再 要背过机械脚架 我不想再 无限期拿拐杖 我祈祷 然后我就进了手术室 出来 我换了什么呢 里面由屎骨变成不秀果 里面是一枝很长的不秀果 告诉大家 不痛是绝对假的 那个疤痕是由我腰开到我膝头过 同样一个很大的手术 我记得我只是吃了生银的panadol 我和医生说 为什么我今次这么快不痛呢 我不用再吃了 去到一个星期之后 大家记得第一次 我是很久没有下床 而今次在一个星期之后 医生说 我今天可以试试和你站起床 我说这么快 为什么所有东西都这么快 当医生陪我下床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记得起你今早起床的时候 然后双脚放在地下的 一个很恒常的动作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 对当时的我 站在地下之后 我对着医生 我说 哇 你是不是做错手术了 我的脚太长了 并不是太长了 而是 我的脑 老神经还没有接驳到 我这脚 接近百年 没有摆过在地面的脚 原来医生透过一条长一点的骨 弱到我可以踩到地上 双脚变回大概平衡 和今天没有太大的差别 因为距离到今天 我还做了几次的手术 客严发现天父回应了我的祈祷 我变回一个正常人 这样站在地上 我可以走路 我只是拿了半年的行山奖 都不是拐杖 我就可以好像今天那样 我还可以快步 都不是可以跑的 快步追到巴士 我可以去到行山 我还可以很小心地 踩一些单车 很感恩 神所给我的 是超出我所想所靠 在我好返之后 我继续完成我的学业 然后呢 我真的做了一个记者 我选择了世界 我甚至忘记了 我是一个曾经有严重病患的人 我不是很珍惜当时我的身体 在香港作为我的记者 压力非常非常之大 我永远每一天 都有一种很大的感受 就是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 我能够完成我手头上的工作 因为当你完成A之后 就有BCDEF等着你 每一天都是这样 我当时 因为我很喜欢煮食 我的上司他很好 我会说Polly不如你写个尊栏吧 你又喜欢研究健康的食物 你就写 然后又做一样东西 每个礼拜你就告诉人 你要怎样活得健康 是的 如此类推 他一路写 你要早上早起 你要不要那么大压力 你要活得喜乐 结果我全部都没有了 我一路写的时候 我自己全部都做不到 当时我上班的时间 是由下午2点多才开始 一直到半夜才结束 十几个小时 我就在不断地重复 重复的压力下 我开始进入一个抑郁的状态 我会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我不自知也不能控制 经过了五年的生活之后 我开始发现我的身体怪怪的 我当时已经是基因敬拜的乙工 就好像他们几位那样 参与在基因敬拜里面 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分享 当时我做完所有的检查之后 我们去到澳洲 一落机我就收到医院 在这里哭 原来我们人就是这么脆弱 当我很想困住世界 去到证明那个很自卑的我 有能力的时候 其实我什么都困不住 其实我没有能力 证明自己有任何的能力 当我下一秒 有心灵集结束的时候 我没有任何事可以做 我甚至忘记了神是惊动的爱我 我选择了去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呢 神是很好 我在发现的时候 基因敬拜一班团队 他们是陪着我 陪着我去到度过 每一天的早上为我祈祷 我想给大家看一些照片 当时呢 现在不成功用Facebook 大家 当时在Facebook上面 有个cover photo 有个弟兄 他公开地叫我要加油 这个基因敬拜里面的band leader 他们是陪着我入院 陪着我打针 我要重新再做手术 做化疗 做标靶药 年半的时间 我做完手术 洗不到头的时候 是这群群体陪着我 我吃不到饭 晚上很孤单 睡不着的时候 是很多的姐妹陪伴我 去到入睡 我在病患里面 很多人会跟我说 Polly你真的很惨 又有cancer Polly你真的很惨 又有病 但我却是在这个患难里面 再一次看见自己的秒小 以及依靠神的那一份重要性 我们无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能够做一个很适合的决定 我们时常都会做错决定 好像我自己一样 神祂是很好 祂没有离弃过我 祂依然选择在我的身边 不断陪伴我 到我很感恩地再一次 拿走所有癌细胞 医护好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天在想 我都要吃饭 我还在标靶摆药 我就想 我是不是要传送一些CD 去报馆 当时有一间 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报馆 请了我做编辑 他承诺过我 Polly你好 你就回来了 当我再次预备好 email 要传送出去的时候 我永远都按不到 一个send 原来我不想再回到世界里面 然后 基因敬拜的总干事 那时候做完牧师 就问Polly 你会不会想 侍奉 在基因敬拜里面 不是义工 而成为一个童工 神很感动我 我很快就 离开了记者的崗位 我成为了基因敬拜 全职的童工 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时间 一直都是和一班 我的战友 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在香港 我们好像今天 不知道大家在香港 有不同的堂会 有没有见过我们 我们都在这样 告诉别人 我们那位神是真神 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能力 我们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很渺小 我们很想更加告诉你们 每一个人听 我们的生命需要神 我经常都告诉我身边的弟兄姐妹 当我没有了神的时候 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是 因为有很多的软弱 有很多的瑕疵 有很多的不足 我今天很感恩 神依然给我有生命气息 刚才我说过 神不是那位 我们看像他好像黄大仙一样 我们祈祷 我们当然希望神去到 回应我们每一个的祷告 但神更加好的是 当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 唯有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 他会将我最好的 只要我们相信 他将他最好的 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今天我觉得我的日子很美好 因为有神 有一班的战友 能够在这个很动荡的世界里面 我们做好美好的事情 我们很希望每一个都能够看见 世界多动荡也好 我们有天赋 成为我们生命的支撑 很想跟大家分享两首的诗歌 第一首是总共事 邓属严牧师 其实两首都是他写的 很多诗歌都是他写的 这首是他陪伴我去到 他要经历病患 软弱 患难的时间 他所写的一首诗歌 神是那位让我们 在暴风中能够起舞 在黑夜中能够歌唱的那位神 约伯的同样告诉我们 人生在世必如患难 如同火星飞腾 但我们能够仰望我们的神 将我们所有的事情 我们的重担 我们生命里面的沙石 都托付给他 因为他是那位行大士 行其士 我们人有限的智慧 不能够策弹的那位神 我想邀请大家 Chinkee一起来 如果你听完诗唱 我们一起去读唱法 我很记录 在神的手裡 挫敗困難 有你的許可 踏過優格船路 未應與我同在夜間 依然在歌唱 無論我往那裡去 你必與我同在 有聲音在我後邊 說這時正路 你應許每一天陪我上路 暴風中依然在希望 我的一生在神的手裡 挫敗困難 有你的許可 踏過優格船路 你應與我同在夜間 依然在歌唱 無論我往那裡去 你必與我同在 你必與我同在 有聲音在我後邊 說這時正路 你應許每一天陪我上路 暴風中依然在我 無論我往那裡 無論我往那裡 以便在希望 神我想對你說 無人將你 从心底 从心发出 感谢你 如幻难线 暗暗的保守我 从我在场旺里的 阴霸书 神我想对你说 无人像你 从心底 从心发出 感谢你 有一件事仍向你呼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你眼里 神我想对你说 无人像你 从心底 从心发出 感谢你 如幻难线 暗暗的保守我 从我在场旺里的 阴霸书 神我想对你说 无人像你 从心底 从心底 从心发出 感谢你 有一件事仍向你呼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你眼里 有一件事仍向你呼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你眼里 祝福你们没有怀疑 祝你们今天都能够看见 天父慈离的座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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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怀疑都没所谓 首先在内庙 敬拜 多谢可以在这里 一起去示奉的机会 首先代表基恩 敬拜 感谢能够在这边 事奉的机会 我们在香港里面 服侍教会 希望一齐套个敬拜 来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在香港是服侍教会 希望你敬拜 能够服侍弟兄姊妹 今次我们有机会过来英国 可以探访不同的教会 这是我们能够来到英国 探访不同的教会 我们相信在探访的过程之中 我们的生命是互相分享 互相交流 我相信在这次探访的过程中 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彼此分享跟交流的 特别在这个节奏的圣诞节的日子里 在这个接近圣诞的日子里 我们期待去迎接耶稣在我们中间 我们期待去迎接耶稣在我们中间 也盼望耶稣去带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来去侍奉祂 也盼望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来侍奉祂 我现在在德国里面做宣教士 我现在是在德国做一个宣教士 我很明白在外地生活碰到的困难是什么 我明白在外地生活碰到的困难是什么 我在德国的时候遇到的朋友 或者第二些姊妹来自中国的 他们都会面对着这些困难 我在德国遇到的弟兄姊妹或朋友 也是来自中国的 他们在生活上碰到不同的困难 可能在文化上的差异 可能是文化的差异 可能是语言上的障碍 也可能是语言的障碍 可能是一种孤单感 也是可能是孤单感 或者身份认同的困惑 或是身份认同的困难 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 会不会有相似的问题 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是否有相似的问题 但我相信当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 带给我们的盼望的时候 但我相信当我们去认识耶稣带给我们的盼望时 我们能够在当中去找到那种的力量 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 我们能够在当中找到力量去迎接不同的挑战 我在1991年的时候读完神学去做一个传逻人 我在1991年的时候完成神学去做一个传逻人 我在香港的沙田那一处地方 在一家很小的教会里面的师父 我在香港沙田的一个地方在那边教会师父 当我做了大概两个多月的传逻人的时候 当我做了大概两个多月的传逻人的时候 我教会有一个姊妹在医院里面去做护士的 我教会有一个姊妹她是在医院里做护士的 她就希望我可以去探访有一个刚刚相信耶稣的病人 她希望我能够去探访一个刚刚相信耶稣的病人 因为这个病人相信耶稣她上世了 因为这个病人她相信耶稣她想洗礼 我就没有问清楚那个详细的情况就去到医院了 我没有问当时详细的情况我就到医院去了 去到医院的时候我才发觉原来她是一个19岁的女孩子 当我去到医院的时候我才发现她是一个19岁的女孩子 她患上了骨验 她患上了骨癌 医生说没有希望的 医生说没有希望的 她的双脚已经是迟了 她的双脚已经被扯去 她一直要躺在那张病床上面 她需要一直睡在病床上 但当我坐下跟她聊天的时候 当我坐下和她聊天的时候 我发觉当她信了耶稣之后 她的生命很有那种喜乐 我发现当她相信耶稣以后 她的生命满又喜乐 于是接下来的星期天我就为她施洗 接下来每隔一两天 我就会去医院去探望她 接下来每隔一两天 我就到医院去看王太 我们一起去看圣经 我们一起去看圣经 我们一起去看信仰上的问题 我们一起去聊信仰上的问题 我记得当我们从马太福音开始看的时候 我记得当我们从马太福音开始看的时候 我们回到买下福音的一章二十一节的经文 我念到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的经文 这段经文这么说 她将要生一个乙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女救出来 经文这样说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她就问我一个问题 我知道耶稣赐给我这个生命的盼望 她问我一个问题 她说 我知道耶稣给我一个这样的生命的盼望 我应该将些什么东西来给耶稣 我应该将什么交给耶稣 我们很多时候 叹圣诞的时候 在期待我们收什么的礼物 当接近圣诞的时候 我们经常期待收一些什么样的礼物 但这个女孩子 却是问我这个问题 我可以将什么来给耶稣 但这个女孩却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可以把什么给耶稣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查经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查经 过了大概两个星期的时间 过了大概两个星期的时间 有一天在主日的崇拜完结之后 我下午去探望她 在一个主日崇拜完成后 我去探望她 她就跟我去聊天 她跟我聊天 她问我一个很难答的一个实行问题 她问我一个很困难去回答的神学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回答出来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回答出来 她问我耶稣是什么样子 她问我耶稣是什么样子 我们中间有没有你知不知道耶稣是什么样子 我们中间有人知道耶稣是什么样子 我说我都没有见过耶稣是什么样子 我说我没有见过耶稣是什么样子 我猜想她应该有数话 我猜想她可能有数话 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问她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我说你为什么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她就告诉我 她说 我觉得我就快要见耶稣 我很想知道 我觉得我快要去见耶稣了 我很想知道她长什么样子 在那晚的晚上半夜的时候 在那天的晚上半夜的时候 我收到医院护士的姐妹打电话给我 我收到医院护士的姐妹她打电话给我 她告诉我这个女孩似 但她的面容是一个笑容 但她的面容是在笑的 我 老实说我不知道挂牙是什么样子 老实说我不知道鼓癌是什么样子 但我觉得应该很辛苦的一个病患 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辛苦的病患 但当她离开世界的时候 她是带着其乐离开这个世界 但当她离开世界的时候 她是带着其乐离开世界 我很相信在她的生命里面 去表现出一个拥有耶稣在她人生的人 是什么样子 大家都明白我怎么样 我问的问题就是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的盼望 在你的人生之中 我的问题是 你们是否有这样的人生的盼望在你们身上 在耶稣在你的生命之中 有一种的力量去冲破一切的困难 冲破一切的困境 有耶稣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使你们有力量去冲破一切的困难 一切的困境 保罗在哥伦多后书里面 有一段前书里面有一段经文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段经文这样说 保罗说你们要警醒 就是当我们去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要警醒 保罗说你们要警醒 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 你们要警醒 为什么这个警醒是需要 就是要让我们有种的力量去面对 世间的挑战 有一个刚强的生命 使我们有力量面对世界的挑战 有一个刚强的生命 我最初的时候说 我们在异地的生活会碰到不同的问题 不同的困难 我开始的时候说 我们在异地生活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不同的困难 就算在香港生活都一样 在香港生活也是这样的 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会有相同的情况 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也会有相同的情况 但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 给我们有力量 成为一个刚强的生命 面对一切的困难 但我们能够依靠耶稣 给我们有一个刚强的生命 面对困难 这个也是我在我的家庭里面 一个很大的提醒 这也是我在我家庭里的很大的提醒 我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我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我太太有癌症 我的太太患有癌症 你可能会问 在一个传道癌症 不信耶稣的人 为什么会这么大事 你可能会问 作为一个传道人 一个相信耶稣的人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事情 我往往都会这样回答 我往往也会这样去回答 就是我愿意在当中 去经历的困难 我就明白 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怎么样 我愿意在当中 面对这样的困难 我就会明白 耶稣在当中的恩典是怎么样的 因为在我过去 这么多年的信仰经历里面 因为在我过去 这么多年信仰的经历里 我十分之明白 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我十分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困难多 就是困难多 会怎么样 恩典更多 恩典更多 我们再一起说这句话 困难多 恩典更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耶稣是盼望给我们的生命 在里面活出 和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人生 因为耶稣希望我们在生命里活出 跟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顺带是应许给我们人生 有那个力量 有那种的盼望 神力应许我们人生有力量 有盼望在里面 我知道大家在这个园里面 可以读一段的经文 是来自耶利米书 三十三章十四至十六节的一段经文 我知道大家在这个月里面 可能会读一段经文 是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的经文 可不可以让我来到区 或者请姐妹 或者用普通话念出 大家都明白究竟说什么 这段经文 我请你用幽名的声线 去念出十四至十六节这段经文 我一会儿会再分享 究竟说些什么 那就由我来念这段经文 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 看啊 日子将到 我允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实现 这是耶和华说的 在那些日子那时候 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衣长起来 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在那些日子 犹大必得救 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耶利米书三十三章 是当时犹大面对极大困难的时代 这经文是当时犹大面对极大困难的时候 但是先知在这里预言就是 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上帝的光强 上帝的恩典在我们来实现的时代 但先知预言里面就是上帝的刚强上帝的公义 在里面实施的时候 所以他期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承认耶和华 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 我们的义 所以他期望我们去承认耶和华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生命的义 先知在这经文后面挑战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 将你生命奉献出来 令我去侍服他 先知挑战我们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 把我们的生命奉献出来 我相信这个奉献的挑战 不单止是两千多年前的犹大地方 我相信这个挑战不单是两千多年前犹大的这个地方 在我们今天这里 神都是给我们相同的挑战 在今天我们这里 上帝也是给我们相同的挑战 问题是我们怎样回应 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回应 我在十六岁的时候 当时我有一次听到一个牧师讲一个故事 我在十六岁的时候 听到一个牧师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或是假 不过就放在我心里面记得好心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这个故事在我心里面很久 于是我在很多地方都有分享过这个故事 于是我在很多地方也有分享这个故事 再一次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有时牧师讲的 应该都是真的 我再一次讲 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当然牧师可能讲的应该是真的 那个牧师就去分享 牧师这样分享 他说有一个年轻人 十几岁的时候相信耶稣 有一个年轻人 十多岁的时候相信耶稣 当他相信耶稣之后 他愿意把生命奉献给主 但他相信耶稣之后 他愿意把生命奉献给主 他希望去侍奉上帝 他希望去侍奉上帝 他就拿着他将来要做一个牧师 做一个传逻 他第一次要作为一个牧师或是传导人 当他十几岁一路成长 当他十几岁一路成长 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年轻人 一个很聪明的年轻人 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 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当他考大学的时候 他考到香港大学 当他考大学的时候 他考到了香港大学 于是他就跟上帝说了 于是他跟上帝说 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要走出来去侍奉上帝做一个传逻 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要出来服侍上帝成为一个传导人 但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他在大学里面每一年都差不多考第一 他在大学里差不多每一年都考第一 还未毕业就已经有好好的公司邀请到他 还没有毕业 已经有很多公司想听请他 于是他跟上帝说 于是他跟上帝说 我做几年事我就出来来做一个传导人 我出来先工作几年 然后就会成为一个传导人 但谁知道他一直工作的过程中 怎样他一直工作的过程中 一直升职加薪 一直升职加薪 每一次他想出来来奉献自己做传导人的时候 他就加工了 每一次当他想出来奉献自己做传导人的时候 他的工资又涨了 每一次当他想毁生给上帝的时候 他就会遇到他的女朋友了 每次当他想毁生给上帝的时候 他又遇到他女朋友 他希望他更多师奉上帝的时候 他就开始生孩子生女了 case eram Crawford 当他20多岁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出来师奉上帝 当他20几岁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出来师奉上帝 当他30多岁的时候 没有可能 当他30多岁的时候 也没有可能 ete 直到他50岁的时候 他就决定我退休后 他会出来师奉上帝 当他50岁的时候 他就决定我退休 但有一天当他五十多岁的时候 他在他的公司里面昏倒了 然后送到医院 医生发现原来他有严重的心脏病 他教会牧师去到医院里面去看望他 当牧师去到医院去到他的床边的时候 只能听到这位大人蓝蓝之鱼的说一句话 那牧师来到他的床边 他听到这位弟兄蓝蓝之鱼的说一句话 那句话只有三个字 这句话只有三个字 那三个字是什么呢 太迟了 你听到我说什么 你们听到我说什么 太迟了 我记得我当时听这个故事的时候 或者这个见证的时候 我记得我当时听这个故事或者见证的时候 我反问我自己 我反问我自己 当我愿意去信耶稣 会不会太迟呢 当我愿意去相信耶稣是否会太迟呢 当我想去侍奉上帝 会不会太迟呢 当我想去侍奉上帝 会不会太迟呢 当我想成为一个 就是在我人生里面去活出有意义的生命 会不会太迟呢 当我希望我的人生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的生命 是否会太迟呢 当时我就决定 因为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召 可能是希望你 你还没信耶稣 你成为一个基督徒 可能是你没有相信耶稣 希望你成为一个基督徒 或者希望你做基督徒 你是将你的生命奉献给主 一生要侍奉他 或是第一经识基督徒 希望你把生命奉献给主 一生侍奉他 又或者甚至是 在这个地方 你出来 来到去侍奉上帝 又或是在这个地方 你出来侍奉上帝 我希望你 不要明天 后天 将来才回应 而是你就回应上帝 要后天 你才回应 还要在这一刻 你回应上帝给你的护照 而是这一刻 你回应上帝给你的护照 我想请我们的团队出来 我们一起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没有 我想请我们的团队出来 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有我们一同 后再监 Git 而言之 也开始和E FC歌 教过Torfer博士 我们的神 我们的天父 想对我们说什么说话 耶稣 是我永远的保障 遇到迷难 没法向前 是你为我打气 如是 爱我的使用地 无限时 重复的风算我 在我忘记你的事 你仍更加我的手 遇到危难关或是 你仍更加我的 不放弃我 为我 为我 全是为我 为我天生的十家 写起宝贵生命 已经击事 于头上 为我 愿是为我 遇到迷难 没法向前 是你为我打气 愿是 愿是 爱我的使用地 为我 愿是 愿是 为我 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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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 全是为我 为我低伤于十家 舍弃无畏失灭 意见的事与头上 为我 全是为我 为一年不忽畜我 三个例言地 四条有更体 梦娘的梦 有你 我生命不一样 有你 我生命在那边 有祢 我不害怕困难 有祢 我有满足的喜乐 我猜 伸出祢手表里 祢猜 天上听我祷告 祢是 我欠护祢 难所 我曾 被祢 直到永远 看药 海村 月亮 海灿 人有 请回祢 直到温暖 我从前 风吻有祢 现在 我亲眼看见祢 有祢 我生命不一样 有祢 我生命再亮亮 有祢 我不害怕困难 有祢 直到温暖 有祢 直到温暖 一路 多留住我们的神 海 伸出祢 求到你 我们的天父 灵笛我们的神 有祢 天上听我祷告 祈祷的一世 我借付祢难说 我赞美祢直到永远 海洋还算 月亮还在 人有情会祢就安排 我从前红温有你 现在我今夜太阳完全 月亮还算 月亮还在 人有情会祢就安排 我从前红温有你 现在我今夜看见你 太阳海山 月亮还在 人有情会祢就安排 我从前红温有你 现在我今夜看见你 这个时候我们希望一起去思想 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我们会是怎么样 我首先会询问一下我们当中 可能有一些未信耶稣的 刚刚来到教会 可能还未很清楚信仰是怎么样 又或者你都知道耶稣是做过什么 但是未觉得他跟我生命有什么关系 我希望你去思考 会否就是今天 我们来到愿意相信耶稣 我们愿意认识耶稣 愿意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助 可能我们今天遇到的是什么的情况 耶稣与我们同行 我想在这里去挑战我们当中 有哪个你是愿意在这一刻里面 我来到去成为一个相信耶稣的人 让耶稣进入我的生命里面 成为我的救助 让我的人生里面 从今有祂与我们同行 就在这一刻 我们是愿意的 如果有我请你 你可以举起你的手 然后将我们的生命 我们来到去 交在耶稣的手中 让耶稣进入我们的人生 让耶稣拯救我们 我们当中有没有 一些这样的朋友 与有 请你举起你的手 你将你的生命 放在耶稣面前 与祂来到去相遇 有没有目外当中 有没有目外当中 这样的朋友 你可以将你的手举起 让你来到去 认识耶稣 让你接受耶稣 所以为个人的救助 我再想问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对我们的教育 就是对我们的教育 在我们的人生之中 我们会否将我们的生命 不单止让耶稣拯救我们 也都将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 让我们成为一个 一生跟从耶稣 以祂作为主 以祂作为主的教育 以祂作为主的教育 如果有 我也请你举起你的手 你代表着 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 来到去交给耶稣 然后就可以放下 然后将我们的人生交给耶稣 永远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太子 太子 甚至决定踏上奉献给主的路 的一个人 要让我们的人生 由今天这一刻开始 交给耶稣 主任我们的姊妹 你是愿意感激 你可以举起你的手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将我们当中 在这里 还未相信耶稣的 我们盼望就是 就是这一刻 他们与耶稣来到相遇 打开他们的心门 让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之中 成为他们一生的救主 我们将这些朋友 让他们成为骄徒的 我们交在他们面前 求主 你的救恩就是这一刻 临到他们的生命里面 让他们不论是 在人生之中 遇到多少多少的困扰 多少多少的困惑 他是恩着耶稣基督 有生命的盼望 正如我私一遇到那个 十九岁在医院里面 毫无人生盼望的一个年轻女孩 恩着你整个生命得以改变 主也都将我们当中 刚才愿意将生命来奉献给主的 我们都将每一个 摆在你面前 因为我们的人生 不论我们今天是到什么的境况 我们恩着你的缘故 我们的生命是活得精彩 活得有意义 我们愿意为生侍奉你 成为一个 去一生跟从耶稣的信徒 越处理在当中 越纳我们的奉献为生 我们也想这样 我们那个是奉耶稣基督名字祈祷 好吗 好吗 给一个掌声 不是给我们啊 给上帝 好吗 让耶稣基督中入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从这一刻开始 就在这一刻 开始活出一个精彩有意义的人生 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子妹 多谢大家 我们请坐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候 奉献是每一位基督主回忆 主的爱和恩典 无论你是奉献是金钱 是福或者时间 只要你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主 就会愿意义 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回应神的爱和拳忠 第一个方式 无论你的奉献是金钱 你的财感 你的恩赐 或者你的时间 只要你是甘心乐意的 神都会起愿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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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